那么咱们今天啊来聊一聊游戏 大家一听这个话题是不是立马都两眼放光啊 哇今天谈游戏耶 嘿这个我喜欢 你喜欢什么样的游戏啊 是这种第一人称射击类的使命召唤嘞 还是说魔术争霸魔术世界 以及DELTA还是说持乎大战僵尸 还有像什么糖果传奇啊QQ农场啊 哎呀当年的这个小霸王游戏机 电子宠物等等都是很多人儿时的回忆 那么后来啊有了电脑互联网 游戏更是越来越普遍 那么近几年甚至还出现了更为先进的VR游戏 再戴上VR眼镜就仿佛是身临其境一样 大家以前玩游戏有没有被长辈们唠叨过呢 说你啊别整天不学习光知道他打游戏 还有啊这个男同胞们是不是也被另一半抱怨过 整天就知道拿着手机玩游戏都不陪陪人家 就连这个媒体也经常会关注电子游戏里面的一些血腥暴力 担心人们会模仿里面的情景 没错在不少人眼里 玩游戏就是不务正业打发时间 没多大真正的用处 真的是这样吗 嗯可不见得哦 你看啊不少年轻人打游戏都打出名堂来了 还有专门的电子竞技 就在2017年4月 电子竞技作为比赛项目被加入到了亚运会当中 那么这个游戏究竟有什么好 它为什么让人这么的着迷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本游戏改变世界 来说说游戏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和世界带来什么好处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简麦格尼格尔 是著名的未来学家和游戏设计师 他从专业人士的角度让我们了解了游戏的重要性 他的意思就是 如果运用得当 游戏不但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还能让世界更美好 当然任何事情都得有个度 咱不能谈游戏色变 但也不能沉溺其中 想知道游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魔力吗 各位游戏迷们千万别错过以下的精彩内容 相信您听完了这本书 大家至少会明白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 为什么根本没有所谓的孤独玩家呢 第二 为什么游戏这么有吸引力呢 第三 一个游戏开发者是如何让玩家帮忙解决世界性大难题呢 在今天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 电子游戏的流行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你想想 每天是不是都会在手机电脑上玩玩游戏呢 有一项调查就发现 97%的年轻人至少玩一种游戏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 游戏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呢 不少专家认为啊 人喜欢玩游戏 只不过是为了逃避现实 生活中的琐碎事情实在太多了 压力太大了 在虚拟的游戏世界里面呢 你就可以暂时忘掉烦恼 事实上 这样的解释有点太过简单了 真正的原因是 游戏能满足一些现实中实现不了 但有非常重要的社交需求 比如说 在网络游戏的聊天室 百科页面和论坛里面 玩家们是可以保持联系 相互交流 合作完成任务 可是你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啊 哪那么容易能够找到共同爱好的人呢 总不能说逢人就问 嘿 你喜欢玩什么游戏啊 对吧 所以说啊 这个游戏给人们是提供了一个平台 把有共同爱好的人聚在了一起 另外呢 游戏会给人们带来一定程度的合理乐观 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 游戏设计的再难 总有通关的方法 玩家们啊 心理清楚 只要不断的尝试 总有办法打赢 这让他们就充满了希望 感觉良好 就算是真的输了 也能够一笑而过 没什么大不了的 毕竟按一下重新开始 就能再来一次了嘛 这个在现实当中可是做不到的啊 失败就是失败 事实是没法改变的 很多事情也没有第二次机会 还有啊 游戏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真正的快乐 假如说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兴趣和快乐 恐怕没有人能够提得起劲 开心的生活下去吧 而游戏 就像是生活的开心果 里面的任务 谜团 彩蛋等等 都能让原本沉闷的生活充满着刺激 防止我们情绪低落 最后 战胜游戏中的困难 能够让我们充满自豪感 想必大家都有过啊 这样的经历 当你啊 终于打败了游戏当中的大boss 或者说啊 完成了一项艰难的任务 哎呦 那个心情 那叫一酸爽啊 是不是得开心的 得蹦起来啊 哎呀 就这种感觉啊 反正就是各种的欢呼雀跃 所以说 跟现实相比 游戏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刺激和快乐 想象一下 假如你每天都在做着讨厌的工作 上班就盼着下班 周一就盼着周五 如果说这还不够糟糕的话 再加上每天都要挤在城市里 最拥堵的那段路上 上下班要花个三四个小时 你说这样的生活 是不是得让人想想都得抑郁啊 还好 有一种办法可以让你轻松起来 那就是打游戏 不论是魔兽世界 还是英雄联盟 还是说现在的王者荣耀啊 里面没有处处盯着你的老板 没有漫长的上下班的路程 也没有枯燥的工作任务 在游戏里面 你可以拯救世界啊 成为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 也可以是啊 做坏事的恶霸 游戏 确实能让生活中难熬的事情 更好受 不仅如此 它还能够带来积极的情绪 让我们更幸福 我问问你 幸福从哪里来 你回答我 可能不少人会说 有钱 当红人 但是你要知道 金钱名利 这些啊 其实都属于外部的奖励 并不能够带来 真正长久的幸福 而相反 真正的幸福 是来自于内心 这些内部的奖励 光靠找 是找不到的 而是要我们主动创造 玩游戏 就是一种 制造幸福的过程 每次得分 过关 大家是不是都很有成就感呢 不论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正在经历着 什么样的困难和烦恼 游戏里的成就 都可以给我们 由内而外的幸福 更重要的 那就是游戏啊 它就像一种 无限的 可再生资源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而且能够随时 带来满足感 哎呀 要是觉得 闷了 不开心了 不阳光了 打开最近 喜欢玩的游戏 去玩两把 转眼心情就大好了 是吧 而在现实当中呢 如果我们取得了什么成就 可能要等一段时间 才能够得到反馈和认可 比如说在公司里 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点子 必须耐心的 等待客户的反馈 等老板批准 玩游戏 这就不一样咯 打赢了 心里马上就美滋滋的 比如说在游戏里 占领了敌人的地盘 看着自己的这点数 不断的增加 武器不断的升级 就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了目标 无比的开心 因此 游戏可以随时随地的 给我们好心情 让生活变得幸福 除此之外 游戏还有什么好处呢 咱接着再往下说 说实话 给大家讲 今天这本书的时候 我也是变得特别的兴奋 因为我也是一个游戏爱好者 但是提起这个游戏爱好者 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 整天不出门 每天拉拉塌塌 没有任何的社交生活 不分昼夜的打游戏 反正就是一宅男 但实际上 这种孤独玩家的形象 并不属实 随着网络和多人在线游戏的发展 电子游戏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社交工具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 对于那些内向害羞的人来说 打游戏是交朋友的好办法 在现实生活当中 他们可能因为性格的拘谨 而不善于社交 但是你像在魔兽世界之类的 这样的在线游戏里面 他们就能用一种 不那么直接的方式 跟队友进行交流 也会觉得更加的自在 事实就证明 游戏带来的社会联系 非常的明显 虽然很多魔兽世界玩家 喜欢玩单人任务 但是不少人 还是会付费加入在线社区 跟网友一起玩 找到集体的感觉 和其他玩家 在虚拟世界当中互相陪伴 哪怕是各玩各的 也有社交的好处 研究人员就把这种方式 叫做情境社交 不仅如此 游戏还会让人们觉得更有意义 大家可能会问了 这怎么可能呢 你打游戏有什么实际价值呢 这并不见得啊 因为没有物质价值 不代表着就没有意义 在这个多人在线游戏 让玩家觉得自己是团队的一部分 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这是多有意义的事啊 再一个 人们玩游戏的时候 互帮互助 这也很有意义啊 比如说你打赢了一局 很可能啊 会把这个玩法写成攻略 这样一来 其他人参考着也能够通关 于是玩家们就觉得 有了一种责任感啊 有责任去帮助团队里的其他人 就跟在现实生活当中一样 助人为乐 它也是有意义的事情啊 想不到游戏有这么多好处吧 既然如此了 那如何利用这些好处 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呢 接着往下听 我们刚才说过了 现实生活可能会单调沉闷 空虚乏味 倒不是说啊 有什么东西让你心情沮丧 而是这个日子本身 就是充满了琐碎重复的事 很难提起我们的兴奋劲来 你说打扫卫生 去超市买买东西等等 有什么可兴奋的 游戏世界可就大不一样了 随便一件事 都能够打造成宏大的体验 怎么做到呢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壮丽的场景来实现 比如说光环这类游戏 发生在外星世界 到那里到处都是稀奇古怪 让人畏惧的城市 以及地貌和宇宙飞船 另外呢 游戏里还有一个宏伟的目标 每完成一项任务 就向这个最终目标迈进了一步 这个目标啊 可以是从僵尸 或者说外星人手里拯救世界 也可以是建立一个商业王国 甚至是犯罪帝国 那么我们能不能用游戏的 这些特征 让日常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呢 变得更加的激动人心呢 能把枯燥的琐事 变成远大的追求 那当然是好的了 对不对 那么根据这一点 有人就设计了 家务战争这款游戏 每完成一项家务 什么洗碗啊 运衣服啊 做饭 拖地啊 都能得分 为什么要赚积分呢 为了跟家人比赛 看谁的分数高 就这样 原本大家都不愿意做的家务 就变成了抢手的游戏任务 让人们开开心心的 做家务 这本书的作者 迷上了家务战争 跟另一半是玩得不亦乐乎啊 为了抢任务 他甚至是把这个马桶刷 偷偷地藏起来 不让老公发现 把得分的机会留给自己 当然了 不仅是做家务了 只要是有创意 我们可以把任何的事情 都做成游戏 所以说游戏化可以让生活更有趣 更充实 不知道大家平时爱不爱逛书店 或者说在网上买书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励志类的书特别的多 成百上千的作家啊 写书教你怎么过得更加的幸福 不仅有大碗大碗的鸡汤 还有亲身经历的故事 有些甚至还引用了大量的科学研究结果 那即便如此 抑郁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呀 就连世界卫生组织都把抑郁症称为 全球健康的头号威胁 既然对幸福生活的机制这么的了解 说起幸福来 那是头头是道啊 我们为什么还会抑郁呢 很简单 光知道原理还不够 更重要的是实践 必须能够做出相应的改变 才能够让自己更快乐 那么是什么原因 阻碍了我们的幸福之路呢 首先 面对所谓的幸福秘诀 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不屑一顾 甚至是怀疑 就算我们真的相信书上说的 下决心改变 也很少能够坚持到最后 反正想想你上一次 说是要吃得更健康 要多锻炼 有没有坚持超过一个月呢 不过好在啊 我们可以利用游戏原理 提高人们的参与度 获得真正的快乐 大家知道吗 善待陌生人会带来幸福感 比如说帮别人开门 微笑打招呼等等 这本书的作者开发了一个叫做 残忍的善意的活动 想看看这个游戏 是不是比心灵鸡汤更有用 怎么玩呢 这个 玩家们都会获得一个武器和一个弱点 武器呢 它是随即分配的一种善举 比如说一句赞美 或者说一个微笑 弱点呢 则是随即的一种被善待的方式 当玩家被其他的玩家用这种方式善待的时候 就算是被杀死了 那大家别误会啊 这个游戏不是在电脑上玩的 而是要走上街头 跟人面对面的互动 比如说 我们拿到的武器是微笑 可是面对这么多不认识的人 我也不知道哪些人是其他玩家 更不知道谁的弱点是被微笑 那怎么办呢 你就只能逢人就给个微笑咯 跟励志书记里说教一样的句子相比 这游戏更能够勾起人们的兴趣 鼓励人们对陌生人更友好 久而久之 类似的行为就会变成习惯 让我们的幸福感加倍 换句话说 游戏化能够培养幸福的习惯 大家猜一猜 到21岁的时候 美国年轻人平均花在打游戏上的时间 有多久呢 超过一万个小时 哎呀 不是有个一万小时定律来了吗 说要是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至少要经过一万小时的练习 打了这么久的游戏 肯定也练就了不少技能吧 没错 最核心的技能 应该是合作了 也就是说 在一个多人游戏中 玩家想要成功 就要分工协作 制定共同的规则和目标 确实 现在的游戏啊 越来越鼓励合作 人们必须跟其他玩家一起完成任务 而很多游戏啊 都有这个合作模式 比如说摇滚乐队 玩家组成乐队上台演出 你弹吉他我敲鼓 再比如呢 我特别喜欢的 使命召唤 现代战争2 也可以在一台游戏设备上 通过分屏 让两人同时玩 哎 还可以啊 在网上找一名伙伴 共同创官 只要不是猪队友就行啊 开个玩笑啊 那么 在游戏当中 开发出来的合作技能 表现在哪里呢 这本书的作者就认为 打游戏 让人们具备了三种 合作超能力 首先 社交能力飙升 游戏玩家在现实生活当中 可能是很害羞啊 但是在网络世界里面 他们摇身一面 成为了爱交际的人 跟队友相互讨论 制定方案 第二 敏锐的第六感 知道在不同的情况下 跟谁合作最好 比如说 哪个队友的位置 更适合给你打掩护 和谁一起打boss 更有可能成功等等 最后 就是强大的 应急处理能力 因为在这个 复杂混乱的环境之下 一般人啊 可能就会乱了阵脚 但是游戏玩家们 会很快适应 为什么呢 游戏玩多了 反应快呗 他们非常擅长 解读周围环境当中的信号 迅速改变应对措施 这些合作技能 听上去确实很厉害啊 都说现在啊 是合作共享的时代 那么 我们如何把它们 运用到现实当中去 齐心协力 解决大问题呢 下面 接着说 大家应该对于维基百科 都不陌生了吧 想学习什么知识 了解什么内容 几乎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而且 所有的内容 都是网友义务贡献的 据统计 维基百科上面的内容 凝结着一亿小时工作的结果呀 一亿小时 什么概念啊 那换算过来 那就是一万多年啊 哎呦 可想而知啊 这里需要多少人 共同努力啊 可是哎 大家的时间 都那么有限 为什么会不求回报 帮维基百科 编辑文章呢 嘿嘿 其实啊 类似于维基百科 这样最成功的 网络合作项目 运作方式 跟大型多人在线 角色扮演游戏 都差不多 参与者 只要创建一个虚拟角色 就能跟上百万 网友的角色 进行互动 在游戏里 玩家可以探索秘密通道 地牢 以及隐藏的网络 同样的道理 维基百科的读者 和编辑啊 也能够通过 特殊的文章 进行探索 例如 在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 维基百科上 有将近14万个 孤独页面 他们跟其他页面 没有任何的联系 只能通过 直接搜索来找到 那么因此 只有啊 那些最好的侦探 才能找到这些页面 而这些秘密地区 给用户带来了动力 让他们自己 也想创立一些隐藏页面 挑战一下别人的纸商 看有多少人能发现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给人类有史以来 最大的百科全书 做了贡献 此外 我们还能用游戏的 合作力量 来解决世界难题 面对环境 疾病 战争 饥荒 等等的全球问题 很多人都有想法 但同时呢 又觉得自己的能力有限 微不足道 起不到什么效果 但是通过游戏 再普通的玩家 都能够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就拿本书作者 设计的游戏 《无油世界》来说 这是一款 为全球的石油危机 设计的在线模拟游戏 游戏呢 它假定 世界的石油 已经消耗殆尽 那么玩家们 要学习如何改变 自己的生活 饮食习惯 交际方式 学习如何在 没有石油的世界里生存 还能提出自己的创意方案 游戏发布 仅仅一个月 就有世界各地的 1900名玩家参与 他们制作了超过 1500个视频 语音 博文 邮件等等 描述自己的游戏体验 虽然说 这个《无油世界》 还没有解决 世界依赖石油的难题 但是它却提醒了 更多人 要未雨绸缪 提出解决 全球性问题的 新思路和新方法 通过把玩家们 聚在一起 游戏把原本 没有开发的资源 利用了起来 调动人们的积极参与 众人失财火焰高 有了游戏做纽带 我们就能够 完成更大的目标 解决更大的难题 听到这儿了 我们已经知道 游戏既能改变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又能培养特殊的技能 那么 是不是能用这些 让我们的未来更美好呢 当然可以啦 首先 游戏的合作本质 可以帮助我们 确立宏大的目标 共同解决 看似无法完成的 社会问题 那么其中一种办法 是培养生态系统的思维 换句话说 把世界看成一个复杂的网络 各个部分 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游戏玩家们都明白 再小的行动累积起来 也会产生很大的效果 把这个道理 运用在生活当中 就会更好的理解 环境的变化 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比如说 开采资源 另外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人们还会学习试点实验 也就是说 先在小范围内 开发和测试策略 找出最成功的办法 再进行推广 这种方式 虽然说缓慢 但是有根有据 是解决复杂问题的理想办法 所以说 游戏里学来的技能 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它们对于社会至关重要 好处多多 这本书的作者甚至希望 凭着玩游戏 给社会带来贡献 将来有一天 游戏开发师 也能够拿诺贝尔奖 不过 想从游戏当中 获得最大的好处 得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吸引人们 玩游戏并不难 问题就是游戏的类型 应该多开发类似于 像是无游世界 这样能够有助于解决世界问题 改善社会现状的游戏 总而言之 游戏并不是打发时间 毫无意义的活动 相反 游戏对我们的幸福 非常有好处 能让我们跟世界各地的人交流 培养合作技能 还能让世界更加的美好 既然游戏有这么多的好处和益处 我们可以把游戏更多的融入到日常生活 不仅能够让我们自己更快乐 还能给改变世界做出贡献 但是最后 我们必须严肃地提醒一句 打游戏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正当理由 但是沉溺打游戏 也有太多的惨痛教训 特别是青少年儿童 家长朋友们 最好还是要让小朋友远离打游戏 而咱们成人玩游戏呢 也要有理性 有节制 好了 今天的这本游戏改变世界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